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胡善文 Jonathan Wu 我是胡家龍 Simon Wu 歡迎收看投資理財天地 社會福利的老人金 很多時候老人家都想取得 有很多問題 有什麼常見的問題 你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剛才Simon說得對 任何人士差不多到退休的年紀 甚至剛剛退休 我想得到社會福利 Centralink 社會福利 社會福利 大部分人說 我想得到老人金 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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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其他社會福利 包括 包括了 批評券卡 或者醫療折扣卡 這些全部要跟隨 Centralink 所謂的評估測試 這個評估測試 分兩項 一項是資產測驗 第二項是收入測驗 如果你想得到任何福利 基本上Centralink 就會幫你評估兩個測驗 而哪一個測驗 令到你收少些錢 甚至乎是不收任何福利 Centralink 就會用這個計算方法 來幫你計算 所以整個社會福利 這個題目是非常複雜 我們很多時候 很多客人都問我們 很多比較複雜的問題 可以這樣說 我們今天想解釋給大家聽 我們聽到比較多問題的答案 一個常見的問題 很多客人問我們這個問題 我把資產按下 把錢送給你子女 行不行 行 不過很有限制 政府就知道很多人 在退休年紀 想得到年紀 之後 就送了錢給親戚 特別是子女 那就減低他們自己的資產 問題就是 政府有一個規定 叫做 Deprived Asset 每一年 一對夫婦或單身 就可以送一萬元出去 而在五個財政年度之內 就可以送總共三萬元 所以你不是說 五年可以每一年送一萬元 就是等於五萬元 是每一年可以送一萬元 不過在五年內 只可以送三萬元的總數 如果你是超過這個額 超過額的部分 那個總數 一樣都是跟著你未來的五年 簡單來計 你第一年送了五萬元出去給你的子女 第一 第一個一萬元就不計 正月下來的四萬元 就是跟著你未來的五年 五個財政年度 即使你那一年真的送走了五萬元 有些朋友就問 不如這樣吧 如果我今年送三萬元出去的話 我只不過是用未來兩個財政年度 那一萬元 好像公司有退休金 不行 是今一年一萬元 明年一萬元 再大明年一萬元 然後你未來兩個財政年度 就不能再送錢 否則它是當作Deprived Asset 顯示了第二個問題 就是我們兩夫妻 每人可以送一萬元 不是 每一個人 或者是一對夫婦 都是一萬元 不管你是單身或者一對夫婦 大家要記得 我們中國人 買了很多保險 有儲蓄的單 這些其實是資產 社會福利署是怎樣去計算這些保單 剛才Simon所說的這種人壽保險單 或者儲蓄保險單 英文叫做 Hole of Life 或者 Endowment 的 policy 差不多可以說 今時今日 是不准在澳洲再賣 不過如果你已經開始供了錢 的話 你繼續供了這些產品 是還存在的 在社會福利署 那個計算方法 就是有不同的角度來看的 第一 就是說 你是要看回熟回的計算方法 熟回或者那個 Withdrawal 或者Surrender 那個價值 就會當下去 你那個 資產 那個測驗的總數 如果你在你的保險單 裡面是再借了錢出來的話 就會減回那個債務 在那個收入 那個測驗那裡 不算的 不過 如果你中途是未供了 你這個保險單 這個投資的話 而中途抽出來 二 你是有賺錢的 那賺錢的計算方法 就很簡單 就是說 你現在那個熟回的總數 減回你所供的錢進去 如果你有賺的話 這一筆賺了的錢 就加回收入測驗的總數 那個財政年度 計算你那一年就會收到多少 H pension 再加上去大家要記得一件事 就是 在資產測驗和收入測驗 你要看每一個保險單裡面 那些錢投資到哪裏 因為如果保險單裡面 就投資了一部分去買定期的話 你就要計算定期的收入 在社會福利的收入測驗裡面的計算方法 不是這麼簡單 只是計算那個總數 而成為Dimming的率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拿著這種保險單 社會福利為社會保障 那個計算方法 除了資產測試之外 還有收入測試 那確定給付型 或你叫Defined Benefit 那種退休金 那個計算方法是怎樣 那個計算方法 就是你每一年就收到一個收入的總數 這個收入的總數是分開很多不同的部分 一部分就是可購取的部分 或者Deductible amount 這個Deductible amount 簡單來說就是政府已經交了稅的部分 那這一部分 基本上每一年都是一樣 只不過每一年就會加回通貨膨脹2%至3%上去 那這一部分呢 就是在你那個總數減下來 減下來之後 剩下的總數呢 就是會計算下去那個收入測驗 不過如果你是可購取的部分 是不可以超過10%的 這一部分已經鎖死了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在收入Defined Benefit的收入的話 你90%已經是要加回收入的測驗 除了如果你是有一個軍事的退休金 Defined Benefit戶口 而這個派錢出來給你 這個10%的上限額就不算 或者如果你是一個軍事退休的人士 收緊Defined Benefit戶口 就是軍事部門 他們派出來的路人金給你 這個都沒有那個10%的上限額 在退休的時候 你還有投資樓收租的話 那條數是怎樣計算呢 這條數呢 就和社會福利署和ATO計算方法都差不多 不過有幾個例外想和大家分享的 那最大的例外呢 就是關乎資產折救或者capital depreciation 就說你每一年你那個資產 就說一層樓 你有很多不同的折救 可以減低你那個收入 不過社會福利署就不算下去 所以你就不可以減低你那個收入 不單止有這個不准用 有其他都不准用 其他的折救都不可以用 譬如建築 特別建築折救 或者建築成本 和借錢的成本 這三樣都不可以計算下去 還有一個最後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本身很多投資者賣樓 就是用付購稅這個計劃來投資 因為你很多不同的折救 不可以減低你那個收入 如果你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減低你那個收入去到負的話 在社會福利署的角度來看 你那個投資物業那個收入是零 不是負 所以你不可以用你負 那一部分可以對沖你其他種類的收入 另外一個比較撩困的情況 就是犧牲那個生抽 就是薪費 在社會福利的計算方法 是很奇怪的 沒錯 因為社會福利署的計算方法 就是如果你有用薪費這個計劃的話 你減低你的收入是不算的 簡單來說就是 你用任何薪費的計劃 社會福利署都是計算你的收入的總數 包括你任何錢用來做薪費 不過如果你是用了你自己的錢 除了稅的錢 供回去退休金來扣稅 英文叫做 那便可以減低你的收入 那便可以減低你的收入 因為政府現在給多了彈性給每個人 工錢進去退休金來扣稅的話 實質上你有可能 一樣都可以得到同一個效果 所以社會福利署的法例是非常複雜的 而客戶都有很多問題問我們理財師 希望今天這一集可以澄清幾個我們平常收到的問題 自管退休金的朋友 個個都想知道有沒有免費午餐 在投資的角度來看 永遠都有一個免費午餐 這個就叫做分散投資 個個都得到 不過大部分人沒有融儲的 簡單來說 很多投資者拿著自管退休金 我們看到他們只是買澳洲四大銀行股票 或者只是買定期 只是買投資物業 或者只是買政府的債券 這不是分散投資 這會提高自管退休金的風險 你是需要我剛才所說的不同的資產 不同的投資行業 每一樣都買一跌 令到不理股票市場升和跌 你都一樣可以得到一個穩穩定的回報 因為大家要記得 你的自管退休金是用來做什麼 就是希望你去到退休的年齡 你可以舒舒服服長期內 可以每一年收到一個穩定的收入 時間就差不多 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